安波普通话足球快讯2022年6月22日 卫山现代市拿FC首尔泄愤 周三傍晚 韩直连火热进行 FC首尔将坐镇主场迎战卫山现代 卫山现代现在领跑击分榜 球队实力无庸置疑 上仗落败的他们继续重振雄风 此番面对网季落雨下风的FC首尔 卫山现代市要重返胜轨 另外 M直播届时将会由本场赛事的现场直播 上季季伟在户籍区征战的FC首尔 经济整体表现依然没有太大变化 球队仍徘徊在争冠区和降班区之间 排名第六位的他们在16轮联赛过后 只领先第七位的大秋FC二分 优势并不明显 另外 FC首尔班底的实力也并不雄厚 军场只射入1.13球的攻击力 并不理想 况且他们与强队之间的交锋 也难以制造太大的威胁 尤其是面对卫山现代时 FC首尔过去六次与卫山现代交锋 只得一和五负的糟糕战绩 即使金杖坐镇主场出击 FC首尔依然难有取胜的本钱 上轮与全北汽车的强强对话中 卫山现代一开波就处于被动 被对手连入三球 只是依靠安元上的入球挽回一些颜面 最终以1比3落败 这也是球队经济所遭遇的第二场联赛败仗 卫山现代赛季至今一路领跑 球队主要是为了掀翻全北汽车的统治 在强强对话中落败之后 他们势必寻求反弹 阵中将是一股怨气急待发泄 值得一提的是 卫山现代经济攻击力颇为强劲 军场摄入1.63球是韩直连之最 而且至今13个竞胜球也是整个联赛最多的 里安纳杜鲁比斯 安元上以及天野纯组成的三叉几何力 已经贡献20个联赛入球 其余11只韩直连队伍中 只有3队的全队入球数比他们多 可见三叉几的威力相当强劲 在他们的带领下 卫山现代此形势必重返胜轨 感谢你的收听与支持 不要忘记在我们的短片和关注我们的频道 感谢您的地步